X86和ARM都是CPU的架构,就像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想象你在搭积木。 X86和ARM就像是两种不同的积木套装。 X86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积木,它的积木块比较大而且复杂,这些积木块需要很多的能量来运作,但是它们可以建造出非常强大的结构,所以这种积木常常被用在像桌上型电脑。 和伺服器这样需要很多计算能力的地方。 ARM是另一种积木它的积木块比较小而且简单,但是非常灵活和节能。 虽然这些积木块没有X86那么强大,但它们可以拼出非常有效率的结构。 这种积木常常被用在手机、平板电脑和其他小型装置,因为它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电力电池可以用得更久。 为什么ARM越来越流行,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、平板电脑和智慧手表这些小型装置,它们需要轻便省电而且性能也要够好。 ARM的积木正好符合这些需求,所以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开始使用ARM来制作它们的产品。 另外ARM的积木设计比较灵活,科技公司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修改它,制作出专门为自己产品设计的积木。 这样的好处让ARM变得非常受欢迎。 总结来说X86和ARM就像两种不同的积木。 X86强大的耗电适合大型的计算任务,而ARM灵活省电非常适合现代的智慧装置。 因为大家都越来越依赖这些小型装置,所以ARM也就越来越流行了。